第184集 邓小迪被吓坏了 那木偶又死沉死沉的浑身湿漉漉 可是 他那张白漆珠笔描出来的脸上 却又有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相当吓人 在这阴森的夜色里 让马灯的黄光一照 就像那木偶人正含有深意的看着他似的 邓小迪本想就把木偶扔江里去 这东西看着着实晦气 可他白天刚输了好几把 欠码头公老四十几个铜板 这回没捞东西上去 少不得明天又得挨老四的揍 心想 这木头这么沉 看着也是实木造出来的东西 不如劈了拿去当柴火卖了 也能换几个铜板 这么想着 邓小迪便扛着木偶回家去 这一天晚上 他睡了个好觉 一早醒来 就把木偶给劈成了柴火 拉出去 给卖了 换了五个铜板 这天晚上 邓小迪吃饱喝足后 舒舒服服的睡了个好觉 他睡得迷迷糊糊的 就听到破屋子外面有人敲门 起先呢 邓小迪没在意 以为是风吹的 可那声音就停不下来 一直咚咚咚的乱响 吵了邓小迪的好梦 他终于受不了了 推门出去看 就看到外面有层薄薄的月光 月光下有个黑影 立在木屋门前 他定睛一看 正是被他劈了 当木材卖掉的木偶 邓小迪吓得胆子都麻了 睡意全无 他关上门躲进屋子里 吓得发抖 外面的敲门声又来了 咚咚咚的乱响 邓小迪无奈之下 开门背着木偶 一口气跑到江边 将他扔进了滚滚长江里 本以为 这样就完事了 没想到 等他跑到家门口 抬眼就看到那木偶 正立在月亮地里 一张白脸上 堆满了古怪的笑容 似乎不怀好意 邓小迪吓疯了 一口气跑进门 关死了门窗 还拿桌子顶上门 他才将门关上 又听到木偶的敲门声 邓小迪忍了一夜 这一宿都没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附近的龙王庙里 找那个得到的高僧 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都说了 高僧知道事情的严重心 就陪着邓小迪 跑到他住的破房子里 推开门一看 却看到邓小迪的尸体直挺挺的躺在床上 他过去一摸就看到尸身整个散开了 头是头鼻子是鼻子 手脚四肢散了一床 那高僧再回头看接他来的邓小迪 却发现他身后空空如也 哪有半个人 只是床前有个半人高的木偶 正似笑非笑的 看着他 高僧是得到高人 心里知道 此事是邓小迪的冤孽在心 便替他念了一遍往生咒 那木偶自己就支压支压的走了出去 等高僧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外面空空荡荡 渔民和马头公还没起床 却哪有半个木偶的影子 我爷爷当年在外云游的时候 跟高僧见过一面 高僧知道我爷爷是此道高人 便将整件事原原本本的对他说了 我爷爷说 以他的了解 这木偶想必是古墓里 替死者守灵的东西 一般势力在棺材左右 是阴气特别重的东西 墓主必定也是个凶杀之人 死后尸身照上了一层怨气 经年零月就让这木偶有了灵性 带着一身的怨气出来害人 我想起我爷爷 我爷爷对我描述过的木偶的样子 意外的发现 跟这娃娃怪人出奇的像 想起邓小迪的下场 我心里又是一尘 便突然发声叫住了娃娃怪人 那娃娃怪人立在山洞中间 我木偶般的走到他面前 定睛朝他胸前看过去 就看到他一身黑衣里面 似乎就隐隐地藏了一张红符 符上还能隐隐看到 龙飞凤舞的自己 我心里麻麻地想 难道李半仙猜错了 这娃娃怪人并不是什么灯戎草 而是棺材旁边的势力的木偶不成 娃娃怪人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说话 他又带着我朝前走了几步 我就发现自己上了台阶 一直上到顶上 营免就是一扇石门 他推开石门 我赫然就发现石门后面 是一张血红的棺材 正是我见过的鸡血棺材 娃娃怪人立在棺材头上 一动不动 我心里一阵发麻 扭头朝身后看去 就看到身后探出了一张极大的白脸 冲棺材里吐了一口白鸡 我可被这副情景给吓呆了 原以为娃娃怪人是破清苗子的东西 没想到这俩怪异的东西是一伙的 娃娃怪人直接把我带到了滴血棺材面前 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想不明白 却说我身后那张大脸 从棺材上吹了一口白气 那白气凝聚成一团 便将娃娃怪人笼罩了起来 说来也真奇怪 娃娃怪人在白气中若隐若现 我就见他在白气中走到滴血棺材边上 将棺材的一脚紧紧地抱在怀里 等白烟散去的时候 那棺材脚却长了一团灵芝一样的东西 以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立在滴血棺材头上 这时就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 李半仙和龙哥气喘吁吁地推开石门 李半仙一眼就瞟到滴血棺材上 灵芝样的木疙瘩 吃惊到 这就是灯蓉草 想不到这颗灯蓉草 竟然是长在滴血棺材上 太令人震惊了 我这才相信 所谓的娃娃怪人真就是滴血棺材 原来那尊奇怪的木偶 也就是灯蓉草画出来的 滴血棺材这种鲁门将义 巧夺天宫造出来的东西 本身就是汇聚天地至阴之气的东西 他生出来的灯蓉草果然也不是房屋 龙哥一步跨上前去 提起一柄短刀收起刀落 便将灯蓉草生生地砍了下来 按照李半仙的意思 他又点燃了灯蓉草 烧了一堆纸钱 将我的生辰八字也一起烧了 将灯蓉草烧成一堆灰金 李半仙抓了一把白灰 敷在我的肩膀上 只过了片刻 我就觉得背上一阵八皮式的疼痛 疼得我一阵钻心来 就感觉有个东西从我身上爬了下来 我抬眼朝脚下一看 我就看到一条手臂粗的青蛇 从我裤腿下爬出来 眨眼功夫便游到了滴血棺材边上 他钻进棺材裂缝里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三人看着这番奇景 吃惊的说不出话 李半仙沉声道 原来这青苗子跟滴血棺材有关系 看来灯绒草和青苗子 因你找到滴血棺材 必定有大原因啊 青苗子能上你身 也不只是那件红袍子这么简单了 我听李半仙说的严重 心里也是一尘 李半仙说 其实那件红袍子 不止你我和马小龙都看过 我们一心想出第六重宝塔 都没在意红袍子 却没想到青苗子 却嘟嘟上了你的身 我这才怀疑红袍子有问题 整件事越想就越复杂 我心里挂念最深的 还是就张磊磊出去 他们被血质缠身 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只要三人 谁忍受不下去 心里有了逃跑的念头 不用黄皮子动手 血质之咒 就能将他们活活折磨死 想起两名年轻警察的惨死 我就一阵揪心 我很担心张磊磊 会布他们的后尘 所以就张磊磊出去 就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第七层宝塔里空荡荡的 除了这具滴血棺材 再没有别的东西 血白的手电光 衬得滴血棺材上 红得渗人 棺材里 并没有血液渗出来 可我始终 却觉得很不对劲 特别是我知道 棺材里躺的人是小文 就一阵心急 李半仙冲龙哥使了个眼色 龙哥就走上前去 跟李半仙一起使力 两人合力 把滴血棺材的光盖 给抬了起来 我凑过去一看 就看到棺材里 躺着一具女尸 她一身红袍 正是青苗子身上 披的袍子 女尸双目紧闭 脸色苍白 牙关紧咬 身体露出袍子的部分 都长了一层 短短的白毛 尽管如此 我还是一眼就看出 这女尸的身份 她正是失踪已久的小文 不过这个小文的怪异之处在于 她不是一个成年女人 而是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同事 但她的面部轮廓 分明就是脱胎于长大后的小文 这一发现 可把我吓坏了 联想到有同样经历的张磊磊 我心里一沉 就觉得整件事混乱到了极点 据我所知 小文的记忆就是在八岁之后的 她八岁之前的人生 就是一片彻彻底底的空白 我们以前都怀疑 她是名非刘南的大女儿朱新子 如果说 她是五百多年前的同事养大的话 怎么说她的古灵都不会超过几千年 可事实上 这件事的确就在她身上发生了 小文的背景之复杂 完全超过了我们能想象的极限 却依然没有任何思路 如果小文真是同事养大的孩子 那这句同事又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两句一模一样的同事 到底哪一句才是真正的小文 我更想不明白 李半仙和龙哥看到棺材里的尸体 也呆住了 他俩对小文已经够熟悉了 一眼就能看出这同事是小文的童年 顿时也都吓蒙了 李半仙叹气道 小文这丫头果然来头不小 怪不得三界之中 从阴司到各类精怪 百年来都在寻找她 太怪异了 龙哥说 老爷子 您见多识广 给我们说说 这酷似小文的同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文被困在滴血棺材里的时候 不是还是成年的吗 怎么死了之后 反倒变成小孩的模样了 我马小龙一生怪事见多了 还没见过这么古怪的事呢 李半仙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表示他也说不清楚 我又想起青苗子进了棺材 可棺材里除了小文的同事 再没别的东西 棺材就这么大 它能跑哪儿去 我们把小文的尸体检查了一遍 确定找不到青苗子 一颗心全被吊了起来 暗想 难道这青苗子 真会隐身术不成 否则他怎么会 无缘无故的失踪呢 我们苦思无果 就四处找滴血棺材上 关于血质秘书的记录 棺材里空空的 除了几幅图 再没别的东西 根本就没什么秘书 我就怀疑啊 那黄皮子在框我们 龙哥气急败坏的表示回到铁笼子里 一定要把那黄皮子再捆起来出一口恶气 居然胆大包天敢骗我们 把我们当猴耍了 我们把棺材找了几遍 一无所过 变得相当气馁 李半仙突然道 且慢 我们都呆呆地望着他 却看他把手指 按在棺材盖上 竟然沾了半指来后的灰尘 李半仙气道 不对 不对 我也明白过来 说道 这具地铁棺材 跟咱们在乱丰岗见过的棺材不同 这才几天呢 就算山洞多灰尘 也不至于棺材上落这么厚的尘土 这些灰尘 非几十上百年落不了这么厚 李半仙点了点头 和龙哥又合力封上了棺材 说道 咱们再到前面去看看 说不定还有别的收获 我们跟着他一路向前 跑了很远 拐了一个弯之后 就看到前方竟然亮堂起来 我们又追了一程 就发现前方那团火光越来越亮 走近了才发现 山洞实实的尽头 竟然有个硕大的出口 那出口处山风极大 吹得我们根本支不起腰来 我们爬到出口处朝外面遗忘 却看到洞口处悬着一只红灯笼 我们看到的亮光 也就是灯笼发出的红光 看到这灯笼 我脑子里一下开阔起来 因为在泥雕下面 我就见过这灯笼 当时灯笼高悬在 泥菩萨头顶上 悠悠如同鬼火 十分吓人 我心里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不知不觉中 我们已经爬到了 泥雕头顶上来了 我看洞口的造型 就发现 它张开如同樱桃小嘴 我们趴的位置正是泥雕的舌头上 李半仙举着手电筒 朝外面照过去 却发现就在泥雕嘴巴下面 正悬挂着一具硕大的血红的棺材 又是一具滴血棺材 看到这一具棺材 我顿时就回忆起来 在泥雕石台下的时候 我看到泥雕头顶上 微微晃动的硕大东西 原来竟是这具棺材 想到山洞里的棺材 是陈年旧货 而这一具棺材 却跟新的似的 我和李半仙对望一眼 李半仙道 八成 这一具 才是咱们在乱风港里见过的 这黄大仙也真怪 他把棺材悬在这儿做什么呢 那只滴血棺材 让粗麻绳绑着悬在半空 就挂在泥雕嘴巴下 让红灯笼罩着 整个轮廓就显现了出来 雾渍在山峰里微微晃动 见此情景 我们都吃惊到了极点 根本想不明白 滴血棺材挂在这儿 到底有什么身影 我们正纳闷了 就听到泥雕下面 传来锣鼓齐鸣的声音 跟着又是一通震天响的鞭炮声 我探头朝下面望过去 就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 有人有野物 聚在石台下 石台上有个白衣服的人 正在那唱戏似的乱跳 正是黄大仙 我看着你这里是黄大仙 感谢观看